花明暗究竟之后呢,我们把暗部的颜色给上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庆航老师 今天我们用有色的底来进行躯干的示范 躯干呢,一般是指去掉头部以及四肢所剩的部分 这个部分就叫躯干 首先我们勾勒出这个模特的大致轮廓 草稿阶段呢,准确性并不太高 我们大的趋势,大的轮廓检验行 要符合模特的特征 这个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一开始起行的目的 随着画面里的内容的逐渐增多 那么可用于比较和对比的地方呢,也就越来越多 可以比较的更多 那么我们的形容也就更容易找准 我们可以把看不见的解剖结构稍微的带一下 以便于我们后期呢,控制一些微妙的小造型变化 小的起伏变化 如果单是从照片来画的话 只是对着照片来抄的话 其实有一些变化是画不出来的 画的不够合理 不够准确 只有理解了它真正的结构 才能够把它画得准确生动 为它真实 OK,我们来给它一个提示 我们来找一下明暗交界 我把明暗交界之后呢 我们把暗部的颜色给上 我在给暗部颜色的时候呢 要随着形的起伏 不要漫无目的地去涂 我也不要对着照片去抄 要去归纳和概括这些色块的形状 只有有形的东西 画上去呢 它看着才舒服 好了,我们给了一些素描关系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画上一点颜色 皮肤上面透着那些红色 然后我们再提亮一些亮部 然后我们再提亮一些亮部 形成的凹钩呢 也会形成一些比较亮的线 比如胸左乳突肌这个位置 以及胸大肌之间 不仅是突出来的亮部呢 会是亮色的 有的时候凹进去的地方呢 也是亮色的 这里有个尖窝 胸大肌比较鼓的地方 在这个位置 这里的鼓呢 是下面的胸小肌 给胸大肌顶起来的 然后胸大肌最后的部分呢 在下树 在这个位置 比较饱满 复制机的形状呢 并没有那么规则 所以呢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要对模特进行一个细致 深入的观察 避免画得太概念 太假 在胸大肌之间 偏上的位置 和胸索乳兔肌这里 颜色呢 会略微的更偏红一些 以及复制机下腹 这个位置 颜色会偏红一些 我们给上一些颜色 比较老大肠的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今天的示范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具体讲一下躯干部分的解剖结构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一键三连 如果有想看我示范的部位 那么也可以评论或者私信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